甘肅天水市張家川回族自治區一名中學生楊輝 因為在網上發帖被刑事拘留 備受各界關注 日前 他在微博上爆料 曾經遭到警方刑訊逼供 但是相關的微博已經被刪 他的代理律師表示 要申請國家賠償 並對部分涉嫌違法的工作人員提出告訴 甘肅天水初三學生楊輝 9月因在微博上發帖 質疑張家川縣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 而被當地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事件曝光後引發各界關注 隨後 甘肅警方迫於壓力撤銷了對他的刑事拘留 改為行政拘留7天 並於當月23日釋放了他 11月10日 網名為中學生楊輝的他 在新浪微博上連發數條博文 控訴他被拘期間曾遭當地多名警察殴打 但是他所發的微博已經在11日被刪除 據楊輝介紹 多名警察對他實施了酷刑 一名警察還恐嚇他 要是他發的那三條帖子的內容 他說錯一個字 就把他打死 還有一名警察恐嚇要把他吊起來打 中共當局自8月份以來一直利用網絡謠言 打擊網絡名人和異己人士 9月9日 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 針對當局清網行動 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釋 所謂的謠言被轉發500次就可能入獄三年 楊輝因為質疑命案發生後警方不作為 被警方定性為在網上發帖造謠 而對楊輝刑事拘留 因此也被稱為轉發500次第一案 楊輝遭酷刑事件曝光後 再度引起各界關注 有民眾要求甘肅當局回應此事 也有人質疑 為什麼楊輝被行政拘留出來後 沒有及時說出來 楊輝表示 張家川縣公安局局長白永強 因他被撤職 他一直擔心被報復 而且當局一直對他進行洗腦教育 楊輝在已經被刪的微博中曾經提到 我覺得自己必須說出真相 我知道我越恐懼他們越猖狂 我覺得這樣才會安全 但是也有網友質疑 楊輝現在說出被警察殴打 是為了炒作 楊輝的代理律師重慶律師尤飛鑄表示 對小孩刑訓逼供屬違法行為 律師還透露 目前他們已經對張家川警方行政拘留楊輝7天的處罰 提出行政負義以及國家賠償 相關人員如果涉嫌違法犯罪 則將進行控告